练好口才成为最会说话的人 你好,这里是口才三角 好口才能更好地辅助你展现自己的才华 体现风度和气质 这样会让他人更加关注你并且喜爱你 好口才也能帮助你职逞职场 赢得领导的亲爱 好口才还能缩短人们心灵间的距离 促进彼此的交往 良好的口才可以把你的想法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其他人 这会为你带来机遇 一些口才的小技巧还可以使你在面临语言的刁难时将其化解 解除你的困境 或许你认为成功的人不一定都具备良好的口才 但拥有好的口才绝对有益于成功 良好的口才是成功的催化剂 它能够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并且在关键时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的口才技巧中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赞美化 人人都喜欢被赞美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被他人夸奖和赞赏总能令人心情愉悦 信心倍增 这就是赞美的力量 说赞美化看似容易 但我们在生活中也听过不少来自别人的赞美而不以为然 其实说好赞美化是要讲究一些艺术和方法的 赞美化说的过多过烂 毫无特色或者人云云云 都不能够引起别人足够的兴趣 甚至会引来反感和不快 如何用一句不同反响的赞美来赢得别人的芳心 这其中的奥妙是趣味无穷的 可以说想在瞬间获得他人的好感和喜欢 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提升女人水平 想在社交场合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只需一句幽默足矣 而如何让自己出口极幽默 在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增加自己的社交魅力呢 这就需要幽默的技巧 赞美化和幽默化给人带来喜悦和快乐 与之相比拒绝化看似不受欢迎 但是与人交往说话办事处处都离不了拒绝化 生活中最常用的拒绝化就是一个字 不 不这个字听上去很简单 说出口的话却不容易 为什么说不这个字那么难呢 为什么我们都害怕拒绝别人 也害怕被拒绝呢 不这个字如何说出口才不会让别人受伤害 而且还不让自己纠结呢 看来一个不字关乎人际沟通过程中的成败 影响着你与朋友间关系的亲疏 说好不这个字不容易 但也有方法可循 如果我们掌握了有效的拒绝之道 就会发现原来说不与说是一样重要 练好口才成为最会说话的人 你好 这里是口才三角 好口才能更好地辅助你展现自己的才华 体现风度和气质 这样会让他人更加关注你 并且喜爱你 好口才也能帮助你职逞职场 赢得领导的亲爱 好口才还能缩短人们心灵间的距离 促进彼此的交往 良好的口才可以把你的想法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其他人 这会为你带来机遇 一些口才的小技巧 还可以使你在面临语言的刁难时将其化解 解除你的困境 或许你认为成功的人不一定都具备良好的口才 但拥有好的口才绝对有益于成功 良好的口才是成功的催化剂 它能够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并且在关键时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的口才技巧中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赞美化 人人都喜欢被赞美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被他人夸奖和赞赏 总能令人心情愉悦 信心倍增 这就是赞美的力量 说赞美化看似容易 但我们在生活中 也听过不少来自别人的赞美 而不以为然 其实说好赞美化 是要讲究一些艺术和方法的 赞美化说的过多 过烂 毫无特色 或者人云亦云 都不能够引起别人足够的兴趣 甚至会引来反感和不快 如何用一句不同反响的赞美 来赢得别人的芳心 这其中的奥妙是趣味无穷的 可以说 想在瞬间获得他人的好感和喜欢 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提升女人水平 想在社交场合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只需一句幽默足矣 而如何让自己出口极幽默 在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 增加自己的社交魅力呢 这就需要幽默的技巧 赞美化和幽默化 给人带来喜悦和快乐 与之相比 拒绝化看似不受欢迎 但是与人交往 说话办事 处处都离不了拒绝化 生活中最常用的拒绝化 就是一个字 不 不这个字听上去很简单 说出口的话却不容易 为什么说不这个字那么难呢 为什么我们都害怕拒绝别人 也害怕被拒绝呢 不这个字如何说出口 才不会让别人受伤害 而且还不让自己纠结呢 看来一个不字 关乎人际沟通过程中的成败 影响着你与朋友间关系的亲疏 说好不这个字不容易 但也有方法可寻 如果我们掌握了有效的拒绝之道 就会发现原来说不与说是一样重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